市府農業局為了向市民朋友報告也無推動的性格 特別辦理年中的記者會 現場各個處分別電視後豐富的性格 其中在農業建設的部分 市府上當時農業水路的改善 醫生毫年都在增加 參加是今年就變了四億元 另外為了要合作的農民就過以前的難關 農業局也突然來外消的市場 將由這個農地散行銷出去 這三年來我們已經累積超過10年的醫生 我們希望農業路做好 農業民產品才有出路 農業民朋友才有活路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農業民朋友 如果需要農業路徵修的時候 可以跟農業局來做一個歡迎 市長也會轉移來農業路徵修 今年對年齊我們的往來一直到七月 我們的孫子 一直到後面我們九月份 以外的外消和來消的工作 甚至我們最近奉獻、交流頂 我們都感謝市長大領全體的動員 線上線下的行銷 甚至國外行銷 都把我們全部的農民朋友盜三天 另外就說包括我們的三月子 也要用外消到美國去 除了建設消息頂點的性格之外 農業局也尊重到農民進行輔助 到目前已經輔助了1,700多月左右 其中有總結180月有穩定的修正 農業局表示不因為這樣就不滿足 中的市場來為何都不來好理 我們是希望新的年度 我們要把地方繼續擔出計劃 來整合行銷 讓我們擲台南清農所生產的東西 做拼擺包裝的行銷 全台灣有什麼點燃 我們都會帶我們的清農朋友 大家走出去 讓全台灣國消費地的市場 了解台南這個最好的產品 是我們清農所生產的東西 今天的記者會當中 就從李建玉也向財政的貴賓來說明 擬控220年到擬控220年 事前的重點 包括到新華割菜市場的起用 全部公園的設計 蚵仔拼的改動頂頂 也希望將會人出各界 將台南的農業推向全世界 南天新聞恩怡第一信念 彩虹報道